好 這個今天應該算是第一次在中正上星光班 晚上才來的 平常我們都是下午上了 那今天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日子嘛 對不對 所以早上已經看完典禮了 蛤 有看嗎 哈哈哈 OK吼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這個叫Sweet Home 3D 那麼我們剛好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沒有廣播 好 來 這樣有沒有 有 好 那我們今天要給各位看的介紹的是一個就是那個3D的軟體 這是一個Open Source的 在那觀光網站上有安裝版有免安裝版 所以你Mac Linux甚至Windows上都有 所以不用太過擔心它在不同平板能不能執行 那我們先給剛剛有看過幾段一點點的那個3D鏈的介紹 你會不會覺得3D設計會不會一般來講都覺得還蠻難的對不對 一般我們比較常聽到的就是什麼AutoCAD 然後Sendimax Maya之類的 那一般那種軟體通常各位要學習的這個所謂的學習曲線通常會蠻長的 因為我們一般的影像處理來講相對來說或者像我們在Office是指令來講相對少 可是你對到這種3D軟體之後哇那只是冰3D腳 真的好多好多 而且很多都是原文的 所以可能你在學習的時候就覺得沒有成就感 所以以前我們學3D軟體最大的困難在哪裡 3D是有分好幾種好幾種階段 所謂的應該說好幾個方向 有的人他特別喜歡或者說特別擅長建模 那有的人可能燈光啦或者攝影機啦 對不對他操作特別好 有的人是特別會設計材質 那但是以往我們的經驗大部分都是 模型這關過不了就卡關 就再見了 後面你就無機沒有什麼機會去接觸到 那麼SweetHome 3D這套呢最特別的 我們先看一下好了 這個簡報我們看一下 來 你覺得你今天有可能做出來嗎 有 這麼客氣 你可以做白天也可以做晚上的啊 像這樣子啊 有沒有 不可能做出來嗎 那 那 今天就不能回家了 哈哈哈哈 只好你留下來跟欣欣過夜啦 其實 你不要懷疑今天你真的做得出來 真的 因為呢SweetHome 3D他有一個 其實我覺得啦 他一個最大好處在 在於說他有內建很多的模型 那我又有加強版嘛對不對 又放很多模型進來 所以 放模型的部分 各位就可以省下很多事情 有點像以前我們玩半假假的那種感覺 你只要把東西擺好 就可以開趴了 對不對 哈哈哈哈 那像這個 像這些其實都是我同學 就是我們上課的時候同學做的作品 對啊 你說真正你要把三立軟體要學到這樣 然後打燈光啊 那些光模型做好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對不對 然後那些材質啊燈光啊 事實上以前要做這個還真的不容易 但是現在 容易很多 容易很多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會讓各位練習看看 那你 各位呢 你當我軟體打開之後呢 你看我這邊還有特別準備 有沒有一個延期練習檔案上傳去 等一下可以練習呢 今天理論上來講我不用講太多話了 我只要負責教育看 你看看哪裡有問題 我幫你喬一下就好 哈哈哈哈 真的真的 所以等一下呢 大家都可以上傳 大家都可以上傳 那這個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Sweeton 3D呢 你把我們的講義可以先打開 沒關係 在這邊我會把我們的這個教材檔案 在這裡 我把它打開一下 首先這個Sweeton 3D呢 你進來了之後 好我們往下走 有沒有 這些 3D我們就先不看 沒關係 知道有這些東西就好 那我們最主要是先 你要知道一下 3D也有很多 所謂的共通可視 等一下呢 我們去找的時候再來看 那 免費3D模型之類也先不看 我們先往下走 先找到這個基本操作這邊 原則上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 各位呢 好 原則上呢 因為我們這邊是SP的環境 所以你就用86 那如果你是Windows7以上的 就用64 這個 好 那我往下走 你可以看到呢 在我們這邊的話 左手邊 它會有一些模型 有沒有 內建的模型 內建的模型 那麼你要哪一個 就直接把它丟出來 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那上面呢 它有做分類 有沒有發現上面這裡 有做一個類別 對不對 那當然 除了類別外 你也可以用關鍵字 直接搜尋 你也可以用中文 當然有一部分 它是用英文 一部分用英文的 所以你可以先找到 那麼 那麼在使用3D裡面呢 它的介面主要是什麼 中間上面這個2D的 中間這個2D的 也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模型都丟到這邊 來做編排 包括編輯 那麼下面這邊呢 我們看到的 所謂的3D的平面圖 它就是主要就是給你觀看用的 給你觀看用的 並不是編輯的部分 不會在這邊 主要編輯是在上面 這裡 有沒有稍微有了解了 不難 它的介面不難 那麼我們繼續往下走 可能待會呢 你會需要用到的幾個快速鍵 我會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第一個呢 雖用3D當然它有自己的什麼 專案的格式 所以它叫做SS3D 那麼它比較特別 它是這個檔案裡面 就包含了所有的模型 材質跟動畫的部分 也就是你今天把這個檔案 拿到別人的電腦 如果它的雖用3D裡面 沒有這個模型 沒有這個材質 沒有關係 因為它裡面就包含在裡面了 一個檔案就包含在裡面了 所以這個是它 可以說是優點啦 跟別的一般的3D軟體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往下走呢 待會呢 2D的圖的話 我們大家有再來看 就是有那個 那我們往下再走一下 再走一下 3D式圖 待會會做調整 我先把軟體打開 我們先操作一下 你就知道有沒有 軟體打開了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給各位做一個練習 先練習什麼 挺院的設計可以嗎 好 你看一下 找這裡 你看有沒有分門別類 那你可以看到 除了12346789以外 下面還有沒有別的 有喔 很多 我們 在左手邊 這個12346789 這個 到10 是它官方內建的 好 就是 原本的那個 軟體面就有 那下面的就是我另外在幫 找的 幫各位放進去的 好 放進去的 所以比如說你要找戶外的 你點到它 有沒有很多戶外的東西跑出來了 有了齁 所以 你可以看看啊 看你們家想要種個樹 就把它丟出來啊 像我就建好了 不然要怎麼辦 這樣有簡單吧 所以 不要覺得今天是 來聽課的 今天是來玩的 真的 今天就是要給你動手玩而已 那 大小怎麼辦 你看 我模型一丟出來 請問有沒有發現 外面這裡 有四個東西 一、兩、三、四 有沒有 你要了解一下 這個 放在中間沒有問題 就是移動它 那 那 這個椅呢 如果你要調整它的高度 有沒有 樹要高一點 矮一點 對不對 然後呢 旁邊這裡 你要縮放一下 這樣有沒有變大變小 對吧 那看到這個應該就知道 這就是旋轉嘛 對不對 好 那你看喔 我們在找找看 你覺得你們家還需要什麼的 公園 兩椅拿出來 有沒有 是不是就擺好了 還有什麼 雪人 雪人 好 等一下 我們裡面好像有雪人 真的 好 那你進來之後 比如說你想要找個寵物對不對 那我們來找個寵物吧 有沒有人跟動物 點進來 好 找個 這女生 可以坐的 你看我把它丟進來 糟糕 坐太那個 卡到了 這樣 進來一點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就做好了 對不對 找隻狗 丟進來 欸 狗可不可以坐在人旁邊啊 可以啦 你看 你看他還知道 要自動跳上來有沒有 欸 真的啊 你們有發現我剛剛沒有特別調整 擺放這邊 拿過來 他就知道要放進去啊 在這裡 所以這裡有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有看到剛剛那個名詞了嗎 懸空高度有沒有看到 你看我把它拉過來 有沒有 拉高拉低 因為模型有時候擺上面擺下面啊 對啊 但是他有個優點就是 他碰到的時候 他知道要跳上來 哈哈 就是 他會跳到你的模型的上面 擺到模型上面 那 這樣這四個 就是我們剛剛在講義這邊看到的喔 你看 有沒有這四個 懸空高度 懸轉 縮放 跟高度 當然我們要比較精準的時候 我就不會建議這樣做 而是要怎麼樣 點兩下 登登 進來 請問這裡有沒有模型的大小 對不對 你就可以比較精準的去控制它 然後呢 你的懸空的高度 你的懸轉的角度 還有你擺放的位置 還有你要叫什麼名稱都合理 這樣 各位有沒有信心呢 有嘛齁 因為 你不用做模型 只要負責拖拉就好了 簡單吧 所以為什麼說 現在3D軟體已經開始在改變了 所以我覺得 雖然我們3D它有一個好處 讓你 可以對3D有信心一點 或者這樣講 你可以對它比較有興趣一點 哈哈 好不好 給你試試看看 那 待會兒呢 其實你在這邊操作的時候 我順便先把下面那個操作講一下 就在3D試圖這邊 原則上我們主要編輯都在2D 那3D試圖就是看 我們剛剛拉近拉遠 你可以用滑梳滾輪 是一種方法 不過有時候滾輪會比較慢 你可以按住中間的滾輪用拖曳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我現在是滾輪按著 我直接用拖曳的方式 那你用滾的會 就是那個速度比較慢 速度比較慢一點 那第二個 我要轉角度咧 我們單純按左鍵就好了 有沒有轉角度 怎麼覺得人也像狗 哈哈哈哈 有沒有 我按滑鼠左鍵就好 那如果說 如果說呢 你還要 這裡我會寫有沒有 Order加滑鼠左鍵 投一 或者滑鼠的中間 投一 都可以讓攝影機做前進跟後退 好 前進跟後退 所以不難吧 最後等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順便把一個東西先講一下 再讓各位練習 你看 如果這樣做好了 當然等一下我們還有地板 還有地板的部分 那你這樣做好了 我們可以把它做輸出 你一定會覺得說 這樣看起來好像 稍微比較粗糙一點 對不對 有沒有 那對了 你點到認了一個模型 他預設會自動把那個模型置中 好 自動把那個模型置中 有沒有 好 那假設我要輸出這個畫面的話 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照相機 在這裡 這裡有個照相機 對不對 在這邊 這一個 那你也可以從哪裡 從上面這邊 跟3D視圖裡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照相機 都一樣 從這邊 點一下 他呢 有分四種 輸出的模式 那這個是輸出的大小 先把它設大一點 首先你可以看一下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個叫畫質 有沒有高速度跟高品質 這總共有四種 幾、兩、三、四 左邊第一種 就是最快的 右邊就是最慢的 那如果你要比較高品質的 你可以這樣 往右邊 我們先比較看看 高速度大概就跟你現在看到的差不多 就比較即時的 那麼 我們把它用到最右邊 最右邊的話呢 因為它要做比較高品質 所以呢 要連光線也幫你算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邊 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有時間 有沒有 為什麼時間會有影響 因為你的地理位置不同 太陽光線 角度是不一樣 對啊 因為像 我們一般在看那個什麼 做那個太陽能 它要算角度啊 它能把的時候要算角度 欸 你可以去 設定它的那個緯度 時間在哪裡 然後呢 什麼時間 比如說現在是下午 對不對 我按成上午 有沒有就月亮 晚上12點嘛 然後你可以改變一下 一般來講 預設的12點 我是覺得 稍微比較亮一點點 那你看我們把它按開始 它開始 比較慢的算 比較認真的算 因為它幫你把那些光線的部分 怎麼樣 算進來 我看 欸 不好意思 晚上7點 一個人按螢幕啊 我沒有開燈 所以太晚了 然後 下午 四點還有陽光的 那這個部分 可能在各位電腦上 會再更慢一些 會再更慢一些 因為顯示卡 我們在SP的部分 就可能 會稍微慢一些 它就會 把你把這個 這個部分把它算完 這樣了解了 也許 因為我現在稍微 我的電腦這樣稍微比較慢 一般來講 各位在 如果是一般的PC 應該比較快 顯示卡會比較快 有沒有 它就真的 慢慢算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你先玩看看好不好 那萬一這個 這個物件你不要的 應該很簡單 按右鍵Delete也可以 或直接按鍵馬上Delete 就可以了 好 還給你囉 來